这就是你的好女儿 她不仅来献犯我 还抢走我的丈夫 她甚至亲口承认 我妈妈的死 不是遗忘 不是车祸 是婚礼当天 我妈妈到秘密基地去找她 她把我妈妈推到地上 碰撞到了鬼子 受了重伤害过世的 你还说我 那你呢 你在结婚之前明明知道 我对昊天的心意 你却还是坚持不放弃 你最后所得到的一切 都是你自己的报应 夏友善 我看你还是没有一点悔意 那你就必须要 为自己所做的一切 付出点代价 走 走 帮我去派出狗 走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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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说 所有的事 那跟友善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有的事都是我干的 安安是我抱走的 就连当初绑架你的人 也是我找的 这一切都跟友善没有关系 都是我安排的 你放过她吧 放过可怜 命苦的友善吧 你说她命苦 我 我妈妈 我受了安影呢 我们全家人的命 都那么不值钱吗 想不想 你今天必须跟我走 走 不要 珍珍 别 不要 珍珍 不要钱 我告诉你们 所有人都不要再说了 我心意已决 今天夏友善跟我走定了 走 不要带她走 爸 走吧 爸 他需要带你走啊 珍珍 珍珍 你听我说 你恨我也好 怪我也好 总是友善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但她毕竟是我抚养了二十多年的女儿 我最后一次恳请你 请你原谅友善吧 我一定让她离开你 也离开浩天 我保证她以后 永远不会再来干扰你们的 好吗 瞧瞧你们这对父母 你们在做什么呀 你们就是这么宠溺孩子了吗 你们就是可以宠溺到她胡作非为不分是非吗 如果一个人 她有天生的残缺不幸 她就要利用这个 让所有人都拿出同情心 就要利用大家对她的同情心去胡作非为 你们知道这同情意味着什么吗 你们知道这同情意味着什么吗 是为虎作仓 你们就是这样被夏友善利用 利用来伤害我你知道吗 你们心中的慈悲 都变成了柜子手手中的利刃 一刀一刀刻在我的心里 把我的人生 一步一步离直到今天这个地步 珍珍 你本是一个善良的人 让你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情 自己也会很痛苦 珍珍 你现在的眼泪 就是最好的证明 你现在这样都有伤害 但你心里面 其实还是一样的痛苦 不适合你 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 我妈妈 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 我对不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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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跟解放 伯伯 跟解放 你要去哪儿啊 解放 跟解放 正宗 跪下 你不要喊我 我没把你教好 没资格让你喊我一声罢 我没有脸子来见你了 有善他这样对你 现在我把他带到这儿 来给你赔罪 如果你愿意原谅他 我就谢谢你 如果你不可以原谅他 那就让他一直在这儿跪着 爸 人死是不能复生的阳流 阿姨已经死了 你让他怎么原谅我 你说的没错 人死不能复生 所以你犯下了 是你这辈子永远都弥补不了的错误 为什么你就不能想一想 我们对你的用心呢 人家真正这辈子 应该得到的腹外和荣耀 其实早就让你给占据了 你为什么这么不知足呢 爸 爸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我知道错了 你不要跟我说了 你跟杨六说去 只要他肯原谅你 你就可以站起来 好 杨六阿姨 对不起 对不起 多怪我鬼迷心窍 多怪我不能试 但是我真的不是有意要杀害你 我那天只是一时冲动 一时轻急要刺烂你 我只是想要得到浩天 不知道为什么 爱情会让人这么贪婪 我以为得到浩天 就可以得到全世界 杨六阿姨 对不起 杨六阿姨 你为了爱我爸爸 为了为我爸爸生下珍珍姐 你宁可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 你可一辈子都守着鸡肉饭店 也要把珍珍姐养大 你不也跟我姐一样 都是为了爱情而愤傻的女人吗 你才应该是最了解我姐的人 杨六阿姨 杨六阿姨 舅舅呢 原谅我姐 好不好 天妹 如果我妈妈现在还活着的话 凭她善良的性格 我相信她怎么也会替你说两句好话 可是 她因为你 已经不在了 还有 你不要以为让夏友善 在我妈妈的墓前哭诉 祈求她的原谅就可以得到我的谅解 就可以让我忘了我妈妈已经死了的事实 我告诉你 如果你真的这么想 那你就想错了 我没有这样想过 我只是希望友善 能够真正彻底地活用 真心诚意地向你妈妈忏悔 口说无凭 我看 不如让她在监狱里好好地待着 好好地反省反省 珍珍 难道你真的认为 只有让友善坐牢 才是真正惩罚她的最好方法吗 你有没有想过 这样只会让你们的仇恨延续 只会让你们两个人的纠结 越结越深呢 难道你真的希望 你们两个就这样逗下去吗 是啊 珍珍 你不要让仇恨遮蔽了你的眼睛 我们都知道 你是一个善良的孩子 善良又怎么了 谁告诉你善良的人 就要善良地活下去 别人对你造成的痛苦和伤害 你都要宽容地谅解吗 我告诉你 夏友善已经给我带来够多的痛苦了 我已经得到教训了 所以从今往后 不管任何人 再对我有任何的伤害 我一定会加倍地成活 珍珍 不是我在替谁说话 但我希望所有的痛苦 都在这里结束 还给大家一个平静的伤害 毕竟 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浩天说得对 我爸已经让姐 来给杨柳阿姨道歉了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 不要再告她 可不可以原谅我姐 原谅她吧 珍珍 珍珍小姐 你原谅友善吧 她真的知道错了 我向你保证 以后她绝对不会再打扰你和浩天的生活 我们会拦着她的 你再原谅她一次吧 怎么 你们大家 都不希望我告她 好 我不告她可以 但是我有三个条件 可以可以 你尽管说 不管多少个条件 我们都可以答应 第一 我要夏友善立刻离开夏家 第二 我要夏友善公开登报承认 她不是夏家的千金 如果我们没有缝儿 我要夏友善写下保证书 从此放弃安安的抚养权和监害权 从今天消失 从我和浩天的生活中永远消失 别 安泰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休想 杨真真 我绝对不会放弃 安安的抚养权了 绝对不 好啊 你不答应也可以 你不答应我就去告你 等你进了监狱 你还是要放弃安安 有什么区别吗 杨真真 你果然变了 你变得好狠 我狠 但我请问你 是谁把我逼到今天这一步的 我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 如果这三个条件 你们有一样做不到的话 我就会把下午山告到底 下午山告到底 离开 我马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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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